來繼續看一下電視牆 所以卡函好像只剩下這個地方可以卡了 也就是民主基金會何時來補選呢 因為呢 畢竟前立法院長游錫坤 他早就已經請辭了 那以這個慣例來說 當然是由現任的立法院長 來擔任董事一職 問題是補選什麼時候進行呢 我們的新國會已經上路這麼久了 好 今天外交部長吳釗燮 終於給出了一個答案 他說呢 民主基金會必須先來進行補選 那什麼時候選這個時間點 就要看未來的董事長 那其實也就是立法院長韓國瑜的時間 好 所以看起來目前這張支票 還沒有被民進黨給毀掉 還是有這個承諾在 也承認立法院長出任董事長 這是一個長久的慣例 好 我們繼續要來請教這個徐委員 現在這個民進黨 仍然把持著這個民主基金會 要來意圖制衡這個韓國瑜 就所謂的卡韓 這究竟背後民進黨在打什麼算盤 不過另一頭也蠻有趣的 韓國瑜好像始終對這個議題是 比較不動聲色的一個狀態 那藍營這方面會出什麼招來因應呢 我覺得坦白講過去的慣例 這歷年來我們中華民國的民主基金會的這個董事長 就是由立法院院長來出任 那這個事情其實坦白講在過去歷任都是這樣子的一個慣例的時候 那民進黨現在對於所謂的民主基金會 希望能夠用所謂的其他的這樣的一個方式來做 來做所謂換人啊 或者是不交給所謂的韓國瑜這樣的一個部分 我個人認為是匪夷所思 那但是呢 我相信一般的觀眾朋友可能比較不清楚民主基金會的執掌 其實民主基金會除了就是說 幫忙負責所謂的這個外交這方面的這樣子的一個部分以外 那另外很重要的一點 他裡面有各黨各派在所謂的這個國會外交上面 或者是國會運作 還有政黨運作上面的一個補助款 這樣的一個調配的功能 所以在這個地方我個人認為就是說 民進黨不能把過去慣例 由立法院院長兼任的民主基金會 拿來作為所謂自己的這樣子的一個小金庫的 這樣的一個部分來做盤算 也就是說在這個地方 過去都是由立法院院長來兼任董事長 那你現在因為不知道什麼樣的理由 坦白講他也沒有一個正當性 他也沒有一個所謂的這樣的一個 所謂的足以扶人的這樣的一個論述 那在針對民主基金會的這樣的一個問題裡面 我個人的大膽的假設 一開始你可以看得到民進黨過民進黨所有人的 論點很簡單 民進黨所有的論點都是想要攻擊韓國瑜 他本人的角色跟他的能力還有他的形象 這些部分都不適合做立法院院長 所以民進黨採取了一個烽火式的這樣的一個攻擊 從選舉的時候開始說韓總現在不可以 韓市長這邊並沒有這樣子所謂的接待國際的這樣子的能力 然後到最後一路講到現在 那那個時候就以所謂的民主基金會為主 就提到就是說如果把民主基金會給了所謂的韓國瑜 韓院長那韓院長要怎麼樣去運用 所謂的這些外交跟做政黨分配這些事情 但我相信這些爭議坦白講到目前為止 隨著韓院長最近的表現 以及他對民眾 他在民眾裡面心裡的這樣的一個滿意度 你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個聲浪越來越低 而現在民進黨就要開始面臨到真正實打實的制度問題 制度問題就是過去民主基金會的董事 就是有所謂的這個政黨的比例 政黨在立法院裡面的比例 然後來做安排的 那過去坊間媒體已經傳出來說 民進黨還想要偷一席 坦白講你的席事並沒有國民黨那麼多 結果你想要偷一席在這個方面 那坦白講根本說不過去 那民眾黨在這個地方 民眾黨也有他的這樣的一個部分 他明明就是所謂的關鍵少數 他就是要維持住他的這樣的一個部分 所以回歸原本的席次 也就是說藍綠在這樣的一個席次裡面 坦白講綠不可能比藍多任何一席 因為他的整體席次跟他的這樣的一個占比 分明就沒有這樣的一個狀況出現 所以最有機會原始的比例應該是說 國民黨也要多民進黨一席 然後民眾黨在擁有相對的這樣的一個關鍵少數的這樣的一個部分 或者是像現在有可能比較貼近事實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好 藍綠在這個地方稍微的 稍微的吃一點虧 那藍綠跟你是同席次 然後呢 白銀這邊占有繼續的關鍵少數的部分 但是回歸什麼 回歸過去的慣例 大家都會支持立法院院長去突認民主基金會的董事 我覺得這才是一個實務上的問題 那現有的民主基金會爭議 坦白講我覺得有點 坦白講有點坐過了頭 這個狀況就跟什麼 這個狀況就跟當初院長的位置 院長的官邸到底什麼時候要辦出去 坦白講院長的官邸 副院長的官邸 院長的官邸是已經浪出來了 副院長的官邸好像最近才要浪出來 但是大家也不要忘記一件事 從一月都選完 然後接下來就職到現在 已經過了多少個月了 給你一段時間去做整頓 然後再去做到所謂的 這樣的一個政權的輪替 所謂的這個辦公室的這樣的一個轉移 還有相關的董事的 這樣的身份的這樣的一個轉移 坦白講 現在已經接近三月底 快四月初了 這些事情不管怎麼樣 也應該要在520之前的一個月 把它做到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倒認為就是說 民進黨原本想要拿民主基金會 來作為一個政治鬥爭 作為擾亂韓國瑜人設 或者是攻擊韓國瑜的一個政治動作 在這個事件上面 那隨著韓國瑜在政治動作上面的表現 是OK的 所以在這個地方 拿民主基金會這樣的一個國家公器 來鬥所謂的韓國瑜 這件事情 我相信在未來應該不會成立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 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4個月的武器 防掌 大小碗 更是 瀝瀑 無理 可以 這是 駕瀑 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